哈囉大家早會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也是一個非常心血來潮的影片 本來就沒想拍的 因為我媽在這邊嘛 她跟我爸想要去那個莫奈花園 然後今天早上我就跟他們去那邊 現在下午過來 這邊他們就是心血來潮的 突如其來呢想去一個小鎮 就是我現在身處的這個小鎮 但是我在想我沒有跟你們拍過影片 所以我就想在這邊跟你們拍一下 就是第一次來這個小鎮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玩的 就是說這邊有一個城堡 所以就互相探索一下 因為我今天在生病 所以我狀態也不是特別好 我爸媽去哪裡了 喂 他們就說這邊基本上都不會有中國人來 就即使是旺季的時候也都是 大部分都是外國人過來 中國人就很少來這邊旅遊 趕快按訂閱不要錯過UTA新影片唷 UTATV 這邊有一些賣古董的地方 古董喔 應該是週日才會拿出來買 這是什麼 蛤 主和品嘗這些昆蟲 蛤 這個是金雞街市 對 這個是靚雞街市 不是我看牠吃什麼 不見了啊 太刺啊 太刺圈 你們看這個屋子裡面上面全都是種完的葡萄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些全都是葡萄 喔好棒欸小小的 你好嗎 好可愛啊 很自然的那種小烏烏的感覺 今天這個旅程也是好療癒喔 旁邊這個樹樹都有一些小果子 應該不是辣妹吧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看這部牆真的很帥 你看這部牆 哇 就已經變成了一部牆 哇這家好漂亮喔 不是 地下那些是什麼 我們發現了栗子耶 這裡面全都是栗子 噢 Maya 好像沒人的 怎麼這麼 想想嗎 24萬 然後 700 然後它724坪 那個佔地面積 它們就是門牌號碼都會寫這種話題 應該不是貓貓洞 應該不是貓貓洞 貓貓洞啊 它都是陶瓷的 這些呢 你看 它好舒服的 對 不能搭帳篷 不能扔垃圾 不能 我已經有點氣喘了 好美喔 你看看 好遠齊 好美 我們在地上撿到好多紅豆層 就好新鮮喔 或是風一吹下來 然後它們就掉到地上 上到這裡一半 就是 太陡了 所以我爸媽都不上 我也不上 剛剛買的票 大概是7歐一張 這裡有一些介紹 我們上去看一下 這就是它古堡的一個 概況 其實挺美 就是對面是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但我們沒有看到 它之前有個水路的 我真的可以約拍婚紗照啊 你們看我又給你們推薦 拍婚紗照的好地方 可以宴請婚紗照 一條龍服務 上去看看 但是 這個挺原始 我覺得它保留得 一些東西夠夠地 現在我們在古堡裡面 就是在看他們這些 柳花玻璃窗什麼 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看的 但是這邊來的 年輕人不多 就全部都是 老人家過來 那我們今天也是 非常小眾的這條線路去過 但這邊有很多人會 拍這個婚紗照 哇 正喔 真漂亮 你們看上面的那個頂 也是非常的好看 這個應該給我感覺 像是一個宴會廳 吃飯的地方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美的飯廳 不錯 那個起牌真的發鏡有這麼高 對 真的很有起牌 真的比以前的這麼小 對啊 真的有這些藝術品 標本 有些昆蟲 為什麼看上去這麼傷心的 這個標本 有些昆蟲 是一個房間 他們的房間 你看他們的椅子很漂亮 你覺得嗎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一個大廳 一七三六年到一七九六年 其實都在那裡 是乾隆的 乾隆的 乾隆年間 這個應該是一個睡房 這個地方是圖書館 好大的莉莉喔 蠻地的栗子 栗子 栗子 好大的莉莉喔 哇 我們從花園上來之後呢 又進入了城堡的地下室 裡面呢 是一個小的祈禱室 之後我們拐個彎就出來了 哇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介紹 的寶藏小城市 過來逛逛還是不錯的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如果大家一点点喜欢乌塔OtaTV的话 请不要忘记按赞和关注我们哟 每周都更新影片哟